嗨,您好啊,我是C月33 今天我们来从中庸之道来看朝阳第二实验小学 两名教师当众霸凌小女生的这个事件 发生在2021年12月31号 有一段3分42秒的两个老师责骂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然后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在视频中显示呢,一个女孩子在教室的新年元旦年欢会上 观看同学的诗歌朗诵表演的时候 因为出现无耳朵、转读等行为 被两位当班的老师以不尊重的表演者为有责骂 并且让她站到后排去 言词中出现了讨厌、去滚这样的字眼 那么当天12月31号晚上让这个视频流传之后 这个学校的老师通过官方微信就做出了回应 称对网传的视频反映的学校两名教师违反失德的情况 学校呢高度重视 然后展开了调查 并且经过核实呢,视频是属实的 然后教师的行为给家长和孩子造成了严重伤害 然后学校向涉事孩子和家长声表歉意 并且发出了道歉声明 我们看一看这个道歉声明啊 看了这个视频嘛,首先就我个人情感上来说的话 我对这两个老师的言语啊行为是非常反感的 如果说我家的那个西西我女儿在学校受到老师这样的对待的话 我会非常愤怒 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想从纯粹理性和哲学的角度 然后结合我们学过的中庸之道的思想 然后来对这个事件 我们来尝试对这个事件进行深一层次的一个探讨 看看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读的中庸的第一章 就说天命之为信 率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这三句话的意思是说 人的自然禀赋叫做信 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 然后按着道的原则修养叫做教 那么另外在中庸的第十七章中也有提到说 自成明 为之信 自明成 为之教 成则明以 明则成以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由真诚达到通晓是你 这叫做天性 然后由通晓是你达到真诚 这叫做教化 真诚呢 就会通晓是你 通晓是你 就会真诚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 会不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困惑 说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天命 有天性 那么率性而为 就是合道的呀 为什么还要教 还要修道呢 我们到底在修的什么呢 然后后面我们提到说有真诚和通晓是你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话有点绕 但是无论是天性也好 教化也好 这个真诚和通晓是你 它其实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 所以我们看起来有点绕 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 互相转化的这么一个关系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那么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说 我们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是释放孩子的天性吗 还是说有人反对说不能释放孩子的天性 应该要加以约束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两个是或者还是 不是一个是非对错的选择题 我们也不必说去纠结说 人性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要明白的是说 每一个孩子从十月怀胎到咕咕坠地吧 他的天性就其实已经在受到后天环境受影响了 或者说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 它既是彰显本性的那个过程 本性天性的这个过程 也是不断的能被各种各样的环境因素啊 后天的这些因素所蒙蔽的过程 所以无论是说孩子也好 层面人也罢 我们其实我们的心是叫做我们说心相续 就是我们念头是一个接一个了 从来没有停止过 那这些念头其实都是后天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才需要修道 回到我们这个起念之前 那个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 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 也就是我们的妄念 没有被蒙蔽的那个地方 然后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可以缭缭分明 我觉得这是我所理解的正面 也就是也是我所理解的率性和合道 如果你有不同的理解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哦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朝阳第二实验小学的 老老师的行为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典型的 自己的本性已经被蒙蔽的相当严重了 所以他就完全失去了一个自我反省的能力 他们在说对着那个小女孩指着她说 你讨厌去滚的时候 而且还在去煽动其他孩子来惩罚她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内心里面是认为自己是代表的是非常正确的 就是伟光正伟大光明正确的那一方 然后他也没有丝毫都没有觉得说 把这样的视频他自己拍的 把这样的视频发到家长群里面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一点都没有觉得 然后他还指着想那个小女孩批评他说 无耳朵的行为是不尊重别人的表现 但他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在亲生四犯什么叫做不尊重嘛 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这两个也是人啊 也不能说是有多恶多坏的坏人嘛 不能简单定心说这就是两个坏人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然后我看到网上很多的批判有人说他们就是情绪发泄 也有人说哦这是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所引起的 然后还上升到一种政治批判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然后还有意识形态这些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会觉得说他们只是非常简单的相信了一个观念 就是对孩子实施这种教育的惩戒去批评孩子是有必要的 是正当的 他们认为这么做是对的 那去相信和认同这种观点 我们说每个人都是有自己观点的 很难去强求去改变别人的观点 对吧 然后这个观点本身其实也无所谓对错 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观点 它只是都是有适用的一个场景的 比如说在某种危险的情形下 就是一个小孩子的行为 威胁到了另外一个小孩子的生命的这种情况下 已经产生的非常严重的不良的后果的时候 这个时候肯定是要组织的吧 但是这两位老师是在这么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显然已经上市了他的本性的那些东西那些天性里面 向善向好的去统领别人的统领不仅是说台上的那个小男生 而且台下这个小女孩的 我们已经就是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判断能力 就把这个小女孩简单粗暴的定性为说在扰烂赤血 在不尊重这个台上的这个小小男生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看 当然我们这是老师最后也受到了惩罚 但后续的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一部的新闻 反正是全社会都在谴责这两个老师 那我们反过来看看这个小女孩的表现的话 我觉得还是相当淡定的 既没有哭也没有闹也没有喊也没有叫 然后就是那种那种微然不动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是我们成年人都很难导到的一种 叫做不动心的状态 然后我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说 他当时当刻真实的一个心境 可是道理是说 平常就已经见惯了这两位老师 日常可能就是这么愤怒 就这样指责他会指责别的小朋友的 已经习惯了 还是说因为自己心里面认定说 我反正没做错什么 那所以他没有什么畏惧感 所以就无所畏惧的就 没有把老师的指责带到回事 反正就只从他当场的表现来看的话 我觉得说大家普遍都评价说 哇 郑老师这么批评这个孩子 这样子带所有的全体的学生来霸凌他 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有点过滤了吧 当然必要的安抚啊 这些还是有用的 可是只是觉得说 我们家长也不必说因为这个事件而引起一种纯提的说 以后我们把孩子交到学校去 那都完全放心不下 产生一种过度的教育吧 或者是我们从更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觉得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话 它无时无刻都在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 那其实影响最深的是父母和家庭的 就是原生家庭这一块 然后我们常常会说 一个好老师非常重要 可能有的时候仅仅是老师的几句话 就会影响一个孩子的志向 有时候呢可能仅仅是一个老师的一番引导 朋友就有可能奠定一个或者几个孩子的三观 那又还有的时候呢 仅仅是因为老师的某个决定 就可能会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 现在呢也很流行说 原生家庭对我们人生的影响 说有的人用童年治愈自己 而有的人是用一生去治愈童年 我不是很认同这些说法 我觉得说我当然我承认 所有这些都是会的的确确是有实实在在的影响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们都是站在一个平字的一个角度来看的 就是受了伤害 这个伤害就永远都在 我们就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如果我们说真的像这个中央之道说的 构成 达到制成 达到率性的这个状态 我们足够真诚的话 我们就会明白说 在每个当下 我们其实都是有选择的 在受到伤害的每个当下 我们其实都是有选择的 不是说这个伤害就是永久性的损伤 那我们其实就是不管是说每个孩子也好 还是我们每个成年人也好 我们每天无时无刻都是需要去面对这个无常的不确定的世界 所以最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在中央里面靠后一点也说到说最后一章吧 说诗曰 诗曰 诗曰无言 诗弥有争 然后也说上天之在 无声无嗅 致矣 意思是说诗经萨就有说 默默祈祷 无在有争执 然后上天所承载的道 无声无味 这个才是最高的境界 我就莫名很喜欢这两句话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那些纠结的挣扎的或者说不满的这些东西 怎么讲呢 就可能在这样的语言之中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体悟 然后把心里面那些不平的地方慢慢的化解掉 那么聊到这里 不知道屏幕面前的你对于教育的本质是怎样的思考呢 期待你的留言哦 我们下期视频见 感谢收看 拜拜